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徐景勳 是米琴的產品經理Mikey 今天要介紹的產品是我們新的Pilot Sport家族系列的 Pilot Sport 4 SUV 針對高端SUV所設計的一款胎款 SUV設置通常有所謂的三大痛點 第一個痛點就是針對說SUV的重心高 因為它的車高就要一般的房車來得高 所以變成說它在過彎的時候 或者是所謂的車到病患的時候 會有時常會有不穩的狀態 那這是第一個所謂的痛點 那第二個痛點就是說 因為它的車重重 所以它的煞車慣性會比一般的房車還來得大 所以甘釋地的自動性是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第三個就是因為它的底盤高 所以它在路況的回饋上 其實相對比一般房車還來得明顯 所以一個舒適的胎款 是一個非常需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所以針對剛剛提到的SUV車主的三個大痛點 我們這款胎款就針對這個痛點 提供了第一個就是有優異的過彎穩定性能 然後第二個就是優越的干涉地自動表現 以及最後一個就是舒適的駕乘體驗 首先我們在過彎穩定性能這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使用雙層胎體結構 也就是所謂的兩層的連子布 能夠加強整個輪胎的剛性 那至於在胎塊設計的部分 這次我們是使用了所謂的剛性的T型的胎塊 也就是大概有15度角的一個 能夠抵抗側向拉力的一個胎塊設計 而在乾釋地自動性能表現方面 第一個是我們這次使用的一個胎面 是所謂的晴雨雙胎面 也就是在外側上面我們使用了大花塊 能夠增大最大的接地面積 而在內側的部分我們使用多溝槽設計 能夠加強排水 那至於在整個胎面的設計上面 它焦料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經過第三方的實驗室的證明 就是說我們在乾釋地自動上面 我們比競品在乾地少了3.49公尺 而在濕地上面少了3.17公尺的這個自動能力 這次首波的規格是從17吋到21吋 那分別總共有27個車款 那它這個車款是針對現在 在比方說所謂的高端的休旅車之外 我們也瞄準了一些比方說 現今相當的熱門的一些 讓RAV4 像Nissan的X-Trail Honda的CR-V等車款 都有提供相關的主流規格